第二百九十二章 平局 湖中央 那亭子之中 一阵无形的剑气纵横 可怕的灵力气息释放 使得周遭的空气都变得锐利了起来 仿佛那里已经是剑的世界 湖周围的目光 此刻都纷纷投射向那里 夜寒一剑杀来 慕容天都冷傲的眼神中杀气绽放 居然间挥剑 凶猛无比 霸道无双 下一刻 两把绝世名气的碰撞 震响出如炸雷一样的声音出来 就算隔着一百米 湖周围的人都能感觉到那种声音的威力 慕容天都手上的剑不是普通货色 而是华夏名气 泰阿剑与夜寒手中的龙拳齐名 初次碰撞 不管是夜寒还是慕容天都 他们两人都感觉到了来自对方释放出来的霸道力量 龙拳剑 这等神兵力气就你也配使用它吗 慕容天都冷漠的眼神中霸气无双 他手中的泰阿剑横扫出阵阵剑芒 铺天盖地般的笼罩向夜寒的位置 夜寒挥剑抵挡 灵气在体内狂猛地释放着 他同时冷笑道 我不配使用龙拳 难道你慕容天都就配使用泰阿剑吗 阴阳两一剑法 下一刻 夜寒动如闪电 手中的龙拳挥洒出去 那一片剑木仿佛是一道横空而立的水木一般 一阴一阳 两种极致的力量和慕容天都的剑法碰撞 爆发出滚滚的破坏力 使得整个亭子都变得摇摇欲坠了起来 仿佛在他们两人的对攻之下 这座亭子迟早都会四分五裂 周围的目光也都紧紧地看着他们 在那亭子之中纵横移动 那超快的身影简直是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很难相信人的速度和力量可以达到这种地步 轰然一声 只见此时此刻 在叶寒和慕容天都两人那可怕力量的碰撞下 亭子再也承受不住两人的力量 居然间炸裂开来 一块块碎木横飞落在湖面上 激起两三丈高的水浪 让得周围的人群脸色顿时变得骇然 精彩至极 这场比试简直比电影里面的武侠片还要精彩 场面的冲击性还要让人震撼 不过亭子破碎 叶寒和慕容天都两人之间的较量依旧没有停止下来 你来我往 各自兵器的碰撞犹如雷声滚滚 金铁的摩擦使得火花似箭极其刺眼 较量之中 不管是叶寒或者是慕容天都 此刻的精神都高度集中在对手的身上 眼下他们两人已经互相交手了上百招 他们都能感觉出对方那强悍的实力各自都相差无几 所以他们都不能有一丁点分神 稍有疏忽 可能就会导致失败 其实论境界 叶寒和慕容天都之间还有差距 眼下他还是培元后期高手 慕容天都已经是打通了任脉的高手 已经算是一只脚踏入了人都之境 不过体内有强大的灵气 再加上龙拳剑的威力 就算慕容天都的境界比叶寒高 同样手持神兵 叶寒依旧能和他斗得旗鼓相当 所以叶寒的战斗力让得慕容天都很意外 这个胆敢硬下他约战的人 还真是有几分本事啊 当然慕容天都的实力同样让叶寒也意外 以他此刻的战斗力再加上龙拳 别说和一个打通了任脉的高手对决 就算再加上一个他也不会有压力 当初白面军师约他江帝公园见面的时候 在那里叶寒可是有正面斩杀过三名打通任脉高手的战绩 哼 一声碰撞 此刻 两人纷纷后退 直接落在了湖面那些碎木之上 不过下一刻 只见慕容天都挥剑而出 这一剑直接带动着湖水 发生了大爆炸 一路杀向叶寒的位置 威力惊人 面对同样强大的慕容天都 叶寒知道他有些小看这个狂妄且自负的人了 所以他也不敢大意 大肆在剑法当即施展出来 惊雷滚滚 可怕凶猛的剑气化作恐怖的力量 将慕容天都这一剑抵挡了下来 湖面 湖水激荡 一道道水柱 冲上五六米高的空中 场面的震撼性让人无法形容 当然 在这湖水飞剑爆炸的时候 慕容天都已经踏浪而来 毫不潇洒 仿佛是神人一样的光辉笼罩着他 让得南方各地名流 终于见识到了南方第一少那神性化的一面 叶寒体内的灵气运用到脚上 旋即 他踩着的碎木 仿佛是一辆快艇 爆射向踏浪而来的慕容天都 不过秒钟时间 龙泉和太厄两把绝世名气 以一种狂野奔放之势 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恐怖的力量释放 使得湖面再次发生了大爆炸 湖水落下 叶寒和慕容天都两人都湿透了 不过双方的眼神依旧是战意滔天 煞气惊人 没有多余的语言 湖面之上 两人再度展开了新一轮的交锋 在湖面之上上演着极致性的战斗 不过战斗到这种地步 不管是叶寒还是慕容天都 他们都明白 想要拿下对方除了拼持久战以外 就只能在战斗中寻找对方的破绽 在关键时候给出致命一击 然而叶寒和慕容天都两人都是极其聪明的天才 如这样的战斗 想要找出对方的破绽 很难很难 因为露出破绽 就代表着失败 谁都不敢大意 就这样 湖面上的战斗 一直持续了一个小时 让得前来观战的名流 大呼过瘾 不过持续一个小时的大战 不管是叶寒还是慕容天 都都有些吃不消了 这种战斗不仅对体内的力量消耗很快 而且精神上的消耗更大 因为稍不注意就是失败 容不得他们分神 所以慕容天都和叶寒这时都停止了下来 各自凝望着 慕容天都淡默地说道 我承认小看了你 论实力 你我不分伯仲 我也小看了你慕容天都 叶寒说的这是实话 他确实小看了慕容天都 这个出生在慕容家的青年 不仅仅在商场上能力超群 他本身的实力也是同龄人中顶尖的 难怪会这么自负霸道 这一战算平局如何 叶寒抬头看着慕容天都 继续战斗下去 他们两人能分出胜负吗 这一点谁也说不清楚 当然这不是叶寒停守的理由 而是因为在湖面的不远处 一条古朴的木船 已经朝着这边行驶过来了 在那木船之上 叶寒能感觉有一道恐怖的眼神 正在盯着他 慕容天都淡默地点点头 这个结局最好